第九届新国会19号开议 拦于大党优先法案相互攻防 不难看出民进党着重国会改革 像是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和总统职务交接条例 而国民党则是重视财经民生法案 至于原住民族重大法案 像是国民党及原住民立委过去力推的自治法和土海法 在国会政党轮替之后 提案策略也有所别化 当时国民党在上个人任期的时候的策略 是通过了自治法以后再谈土地海域法 所以在这个两大法案之间 那自治法就让民进党去想办法 那我们就主推土地海域法 这是大面向的部分 过去有时候因为政治的因素 会挡到我们的法案 没有办法顺利通过 国民党虽然变成在野党 对我们这么有利的 我们绝对不会站在反对的立场 甚至于我们会站在支持的立场 所以应该是比过去还要更容易通过才对 面对原住民族自治法和土海法等两项重大争议法案 国民党籍原住民立委转工为首 要以在野党角色 监督新政府520上任后再提出的全新版本 至于民进党优先法案 有提出长召2.0政策 民进党籍原住民立委表示会全力以赴 我们在审这个长召法里面 针对原住民的部分是完全没有任何特定相关的条文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会重新来把有关于原住民的特定的需求 来量身定做来把它这个相关条文放进去 而国会第三大势力的时代力量党团 唯一的原住民立委高路已用 优先提出几项法案都跟内政委员会相关 表示会在三月以前以党团名义正式提案 第一个就是跟原住民身份法有关的 第二个是反歧视法或者是族群平等法 再来的话就是有关于土地制度的问题 那这三个区块都跟内政委员会有关 我们是一个比较新的政党 所以可能不是用我个人的名义去提案 是用党团的名义去提案 国会政党轮替后各政党沙盘推演 希望进可攻退可守 原住民族重大法案因此仍然被排挤在后 原住民立委能否在所属党团发挥影响力 顺利推动各自所提法案 立法院战场见真章 记者亚本比亚立法院采访报道